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CTOS Digital 最近的业绩出炉了 它因为收入增长而有所提振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 在10月28号2022年的时候 丰隆投行就给出了1.70元的目标价 CTOS的第三季度 2022年的那个季度 核心利润同比增长79% 这得益于更加高的收入 还有它的associate income 联赢收入 总体而言 整体的季度业绩超出了投行们的预期 因此他们也将2022到2024财政年的预测盈利 提高17%到18% 当然很多投行也继续看好这家公司市场领导地位 强大的经济护城和高度可扩展的商业模式 除此之外 在投行们看来 最近的价格回调 也是一个累积股票的一个好机会 根据银行的38倍的2023PE的一个预测 维持着买入的平 1.7令吉的目标价 CTOS的整体预计比estimation还要来得好 剔除了一些收购的成本 还有所得税后的调整 CTOS所公布的2022第三季度的核心净利润为2600万 环比增长21% 同比增长79% 10到9个月的总和是达到了6500万令吉 同比增长57% 这高于预期的业绩是占投行全年预测82.88% 主要的差异就是来自于强于预期的营业额的增长 还有联营公司贡献有所提升 在股息那一方面CTOS的管理层就派发了第三次的0.6C的股息 对比2021第三季度的0.32C也是增加了 10到9月22号 整体的派息是达1.52C 环比之下有鉴于强劲的收入增长 对比也是增长了14% 更加好的销售组合 以及积极的经营杠杆 核心税前利润是增长了29% 核心利润快速增长了21% 那一方面 可以让投行看到的是 所有业务部门的细分市场表现非常的强劲 因为主要客户增加了13% 商业在马来西亚这一边部分就增加了4% 直接面向消费增加了2% 以及商业海外是增加了2倍 同比YOY我们可以看到核心收益增长了79% 与市有更加高的收入增加了37% 因为所有业务部门都有着显著的增长 还有它的associate income 也就联赢收入 由于BOL的强劲财务表现 收购了Jurist额外的RAM的股份 而增长了3倍所推动的 年初自新跟同比的表现是一致的 核心利润增加57% 收到收入增长了24% 联赢收入是3倍 和金融资的成本是下降了62% 与之前的借款也用IPO的收益 全额偿还的推动 整体的外表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有鉴于信贷和贸易的交易量有所增加 经济活动的回升 对SITOS这家公司是非常有利的 从2022年7月到8月份的累积 贷款申请是同比增长了65% 除此之外 像新垂直领域的扩张 和数字银行的出现 将有助于促进中短期的收入增长 也就是说 它的新收购的49%的联营公司Juristech 在2022财政年一共10个月 以及RAM通过全议会的计算利润 利润预计将增长更加快 整体预测 轰浪这家投行将2022到2024财政年的收益 是提高了17%到18% 以反映它的强劲业绩 更加高的营业额收入 还有RAM的收入也预计会有所贡献的增长 尽管净利增加 让他们把target price估值也提高了 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目标价是以38倍的2023季度业绩 一个预测来作为假设的 假设WACC为8.3% 原本是7.9% TG为5% 这有202221倍的全球同行的平均水平 还有28倍的5年平均值 有鉴于CTOS的光明前景 还有更加强劲的利润增长状况 比GPA还要高7个百分点 在为充分渗透的东盟市场的支持之下 你的估值和溢价还算是公平的 除此之外 投行也有说 他们非常喜欢CTOS的整个领先地位 强大的经济护城河和高度可扩展的商业模式 因此让投行认为 年初至今的股价回落 是一个真实股票好机会 整体来说 CTOS这家公司估值算是有一点高的 但是现在已经回去了比较正常的水平 但是相信接下来几个季度 如果他可以再交出更加不错的成绩单 相信他就会走回原本的 接近38.2p ratio的那一个估值了 所以个人也是觉得 他的股价是有上升的 一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和想法 并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